为什么不加入端游的战术背包 端游前不久上线了一个新的道具 战术背包 这个战术背包可以存放四个道具 多余的武器 头盔 防弹衣 道具等等 都可以放入战术背包内 可以说功能是相当强大了 为什么手游还不加入呢 小伟认为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已经加入规划 正在制作 但还没有最终上线 半句话说就是肯定会上线的 只不过要晚一点才能上线 因为有很多战术背包 之前的道具还没加入到和平经营 那么为什么小伟这么肯定 战术背包会加入呢 因为这个背包会让游戏可玩性 变得相当高 让玩家玩游戏更有热情 我们来看看战术背包的属性 战术背包将装备在主武器栏中 也就是占据一个主武器的位置 有四个可以存放道具的栏位 几乎所有道具都可以装入战术背包内 枪械 头盔 防弹衣 道具 子弹 如果武器上有配件 可以将配件一起装入背包 最关键的一点是 战术背包会在所有纪念模式地图刷新 也就意味着是一个全地图道具 和平经营对于断游的全地图道具 都是必定更新的 所以等等吧 快则两个月 慢则半年 战术背包是一定会加入和平经营的 小伙伴们 你们期待吗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